阿里莎莎最近和男友到香港旅行 她在社群分享去药局被骗钱的恐怖过程 她表示去药局要买致别密的药 店员看到她男友的脸 说她男友的肝有问题 接着带他们去中药区 并介绍几种药材 还问他们要买多少 阿里莎莎回应对方买一个月的量 并问对方要多少钱 但是店员迟迟没有回答价格 就直接将药材打成药粉 最后才告知价钱换算成台币 大约44万8千元 超贵的价格让爱丽莎莎吓坏了 她和对方说付不出来 没想到对方却要她负责 最后她只好和对方说 我钱包有多少钱就买多少 后来她就把钱包内的700元港币 大约2700多元台币 全部给了对方 后来她透露有香港人发私讯 跟她说当地很多这种骗人的药局 叮咛她以后要更加小心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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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